大家好 很多话有养这个兰花都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兰花这个叶片 非常软 非常长 出现了这个兰花 这个叶片浮倒的现象 长得没有那种飘逸潇洒的感觉 今天就针对这个问题跟大家分享两点 如何避免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再观察一个兰花是否健康 先看一下这个叶片 一般兰花的叶片 它是非常飘逸有美感的 它不会像 这种现象一样 它这个叶片有点浮导的现象 那么具体什么原因呢 首先第一个 我们一定要给这个兰花有充足的光照 如果说没有充足的光照 这个兰花 它会争取一些光合作用 所以说 不停的生长 不停的生长 长得也非常长 但是由于它的营养不足 就会产生这个兰花叶片浮倒折断的现象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涂长的问题 另外一点呢 就是我们这个兰花呢 它吸收的氮肥过量 因为氮肥过量呢 它就会 影响到这个兰花 这个不断继续的生长 它这个兰花 它这个里面如果是含氮肥过量 还有一个不好的地方 就是容易遭到虫害 这个兰花它长得 快 它就 非常嫩 非常嫩的话 就容易引起一些 牙虫啊 小灰虫啊 这些来 咬这个兰花的一片 所以我们在养护兰花的时候 一定要避免这两点 我们一定要给它放到有充足的光照的地方 尤其是早上的太阳 跟傍晚的太阳 但是我们呢 也要避免中午的太阳 因为中午的太阳 过于 爆裂 很容易 造成这个叶片砸伤 我们在养这个兰花的时候 如果 出现这种问题的话 大家一定要避免这两点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 如果出现这个兰花叶片软弱 浮导的现象 如何正确避免 也希望呢 这些方法能够帮助到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